哈囉 大家好 歡迎到YA Diary 我目前人是在高雄展覽館 準備要來參加今年的文博會啦 走囉 今年的文博會是第一次移到高雄來執行的 那它的主題叫做群島共振 我們今天來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文創品牌展區 還有IP授權展區 是在高雄展覽館 那不名思義啊 這裡就會集結了很多很多的 台灣文創品牌 還有我們很常在網路上看到的一些 人創角色啊 插畫等等的作品和作家 都會在這裡出現喔 那所謂的群島共振啊 就是以文化循環的觀念 要從文創產業一體連結 來觸發新的動能 創造大家一同擁有的一種文創的生活 另外在高雄遊行樂中心呢 還會有一個文化策展區 那個地方我們也會再去走走看看 不過我們今天先以高雄展覽館的這一些 文創品牌還有IP授權展區為優先 來帶大家看一下有什麼樣子很不錯的好東西吧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LE區啊 它是原創角色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蠻多 你可能會在LINE貼圖上面看到的一些原創IP角色 我們要把這種的名創物也做到 然後另一個方便etter 我們都可以看到蠻多了 我會看到蠻多針塗的 然後然後看看蠻多針塗在一起 就好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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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可愛喔 青蟑螂 它這個啤酒杯 就是它的文化商品 這個客人 它們其實都是有很多造型的 它們有一個形象在 它可以為了不一樣的造型去包裝出來 它說這樣子 它可能也是一個臉 配不一樣的內容 它是會比較厭世的造型 其實兩個都蠻厭世的耶 但是就是比較軟爛 然後就是有點對於生活上面的厭世 這一個餐位它介紹的品牌是 垃圾人還有某人日常 它們有一共通點就是 都很厭世 以後薪資希望老闆可以打到 我的功德箱這個帳戶裡面 但是它的那個標題 它那個標題有一點 諧音 很有趣味的感覺 我們剛才看完的是LE原創角色區 接下來我們就把目光 轉到這個 台式主題IP 插畫應用 還有今年的 林陸新瑞 Talent 100 這上面是透明片的 要把它撕起來 然後但撕起來的時候 就是它沒有在上面的話 你就用指甲從後面點一下 它就會上不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這樣撕的話 這邊會斷掉 所以你要先把這一塊也放上去 然後不要直接用力側 我會建議就是轉方向 然後再轉方向 然後這邊 這邊因為你定扯就斷掉對不對 然後順著這個 形狀把它轉過去 它就不會被撕破掉 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 不要用手 用這邊 稍微把它壓 形狀好了 之後 貼在你想要的地方上面 就直接把它貼上去而已 然後手輕輕拉一下 然後撕的時候 會建議平的時 因為平直的時會有拉力 然後帶任何我品嘗 它就是放水防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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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卡龍腳趾的明信片 我之前已經有買過不少了 那為什麼會特別喜歡這個牌子 是因為它裡面的內容 會讓你覺得有一點療癒 有一點可愛 有一點溫暖 好 我們有跟那個 一些牌子 做一些聯名來做 但那些的墊子 全部都是印刷出來的東西 目前的話 我們還有做一些禮正品 像是那種 隨身碟 或者是一些 暗產品的印刷 像特殊的玻璃啦 白腿 瓷磚 都需要架橋劑 就是墨水跟材料的 勞度的媒介 勞度會比較好 不容易剝弱 好 今年嵐山兔沒有來到現場 不過在洋竹科技 是可以購買到它的 作品喔 這邊是印比較屬於 皮面類 毛細孔比較小一點的 細小的 那這邊就是印 我們剛才講到說的 我們的板布袋 是一些品項 對 就是毛孔豬 堅持大的 我們先前不是有參加過 幾刀袋的一些市集嗎 其實呢 這一些紙膠袋呢 也是有機會可以自己印的 那這一次這個攤位呢 它會有我很喜歡的 小行星來這邊寄賣 先前我錯過它網路的 預購了 我今天必須要來跟進一下 這一次啊 自己印也把它們的攤位 弄得很像是在板凳 非常具有台式風格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涉獵陽君這個品牌 準備來囉 各位 我剛才不是有先去印這個客製化的板布袋嗎 現在成品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 它真的是很好看 這麼大的YA Diary 我超開心的耶 沒有想到第一次有這種品牌的客製商品 剛才業者有說啊 你的顏色如果是比較新鮮一點的 印出來會更清晰好看 現在一看果真如雪 就是它平常就是在那個上面跟大家說的話 然後大家選的最記得的 總共有25個其實 然後今天才被撕走一個而已 然後大家就可以一直撕一直撕一直撕 它就越來越短越來越短 互動的一個小趣味性的 我喜歡這一句 全世界我最喜歡貼紙 吃走我的貼紙都給你 不可能 但是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就同時流下眼淚 因為它貼紙都被拿走了 都給你 為什麼只做一個 因為我就是我自己用捏著啊 我們那個PET交代就是房子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是做房子 然後房子裡面有各種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子 這就是因為五周年 所以它有想一個主題就是 烏都米遮腰 因為 新奇是拯救到這個品牌 本來就是 就是為了安撫大家的心 因為星期一大家都很痛苦 所以它叫星期日 我們星期日就會開始焦慮 所以它就 星期日 我們要拯救大家的星期日 這概念 阿吳都米遮腰 就是我們 大家的腰都很折很彎 再怎麼彎 都是為了生活這樣子 然後 我這個印象就是 每一個都是有個小區塊 大家可以在上面寫字 有些會寫不下 但是也沒關係 也是 痛起雲也沒關係 我那時候就想到摔角選手 不是有那個腰帶嗎 結果幫大家都綁了一個腰帶 所以每個人的腰帶都不一樣 然後因為我們五周年 其實主要就是 主題就是收訊良好 對 然後所以就是用飛碟 這樣就是我們 平常在發出像我們 YouTube頻道啊 IG啊 我們這樣發出訊號 然後大家剛好從這邊經過 接收到 對 這種感覺 所以用這個概念去做得 飛碟相關的系列 然後我們把飛碟犀牛 做成一個架子 它叫飛碟擺架的 他們可以放影片啊 然後放一些小貼紙這樣 就覺得東西放出來 你才可以知道 日常生活中要放誰在心上 你的最得意的是哪一個產品 我們的PT交代理 是我們第一次出 然後買一捲 就立刻一個循環 有什麼三棟房 一個手平下來 立刻有三棟房產 然後有一數個流星 然後其實房子部分 有一些蠻多細節 裡面都有長野小宇宙 有流星 然後有星星 每一個都有長野東西 因為它是夜晚的 一個直交代的房子的感覺 所以它叫晚安誰醒者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每一棟 有些的房間是 真是開著 有些是關起來 有點類似這樣 我自己覺得是在使用上面 包含旁邊一些空心的樹啊 使用上面覺得很 感覺有點溫暖的一捲 我們之前有一支影片 是到彰化的愛智 那這邊啊 它的品牌 甜甜生活 也有到文博會的現場喔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他們十周年有什麼樣 很棒的商品 聽說有十周年紀念牌 更好的 另外一支影片 每天都在台上 要ürve 你就可以去洞 很難聽 尤其 對 我們沒看 有一個 有餐廳的 劑 這一次 買個縫 完成 第一次 這是一個加拿大醫學家創造的餅飾 叫香蕉魚 為什麼他會想要把香蕉跟魚放在一起 他就覺得蠻搞笑的 對啊 然後他就是用香蕉魚這個角色 然後像這邊就有什麼 This is like a cookie But it's a rock 就是一些搞笑的 就是比較灰籍的小區 對 屋裡頭的東西 然後像這個是他親手做的那個東西 所以每個都不一樣 每個都不一樣 而且還可以認養 這邊有那個adaption card 這邊有不同的香蕉魚 像是有恐龍的香蕉魚 或是不同型態的香蕉魚 今年初他在台北辦了一個個展 然後是環保液體香蕉魚 對 像這個很愛樹的香蕉魚 然後有不同像乾旱液體啊 或者是動物的液體啊 對 火災 他其實就是等於用這個角色 來看這個世界了 對 很多實事都會在裡面 好的 那看到這裡 我們可以發現到文博會有非常多 優秀的文創品牌值得介紹 我覺得用一支影片的時間來講的話 有點太感太殘酷了 所以我們決定要分成不同的影片來說明 如果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或者有任何建議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